天气冷嗖嗖 想泡汤的民众大为增加 泡汤要注意的事项 还有避免戴隐形眼镜 一名年轻女性戴隐形眼镜泡汤 泡汤后左眼疼痛 有异物感 一星期后疼痛加剧 甚至视力模糊 检查后诊断式极状阿米巴角墨炎 是极状阿米巴猿虫引起的疾病 这种猿虫主要生存于含水的环境中 有80%罹患极状阿米巴角墨炎患者 都是隐形眼镜使用者 不仅泡温泉 包括带隐形眼镜游泳 淋浴 清洁不当都可能造成感染 严重会有失明危机 隐形眼镜的干净一定要保持干净 这是最起码的 我常常跟人家讲 要戴隐形眼镜 一个就是干净 第二个也是干净 第三个也是干净 医师说预防极状阿米巴角墨炎 隐形眼镜需要注意清洁 长期佩戴者要定期更换 保护灵魂之疮 大爱新闻 黄紫玲 郭济宗 台中报道 我们下来拍照 2名 云纫玲 雷宗 2名 云纫玲 治疇 3名 云纫玉 混 internships